明朝是历史上最硬气,铁血的王朝,不和亲,不赔款,不割地,不纳共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此设计,直到明朝灭亡,都没有做过违背祖国。 当然你理解成不会变通也没什么问题,而明太祖朱元璋,更是从农民翻身法家当,使他开创了大明盛世,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篇,朱元璋也是个脾气暴躁的人,特别是对外,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收复云南的故事,本文属于四水桃古金元创,未经允许禁止抄袭,洗稿和抓取云南, 是国内的旅游圣地之一,也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而早在汉朝,云南地区就是中国的郡县,看过三国都知道梦获,他的地盘就是云南,到了唐朝时期云南为南兆国,也是唐国的小弟,听命唐朝,直到唐末,南兆国跟主人大唐一起, 先后被蒙古人消灭了,忽必烈封他的孙子干嘛刺为梁王,让其世代统治云南,元朝被赶到沙漠后,明朝建立,此时,云南仍然在梁王一族的统治之下,而不知天高地厚的末代梁王,以为自己有地理优势,一手难攻,觉得自己可以跟大明对抗,事实证明,跟朱元璋统治下的大明对抗, 无非就是嫌弃自己活得太久了,这是后话了,1372年,朱元璋派王一出使云南,表示如果把扎拉巴尔密名字有点长归顺大明,就可以让他继续当小弟,但是这个梁王,跟我们上次讲的胡一元不一样,倒是有些骨气,他不但没有服从,还把王一杀了,暴躁的朱元璋织打后,很生气,但他没有任何动作, 因为当时北元的残部威胁,还是比较大,所以朱元璋想,你不归顺没关系,等我收拾完你就煮北元,再好好教训你,1381年,时隔九年,朱元璋已经平定了西北,接下来,他要好好的教训一下,这个梁王达字了,梁王叛逆,负罪隐逆,在所必讨,他对名将傅友德,以及蓝玉和慕英说道,大概是什么意思呢? 用我们现代的话说,那个叫梁王的家伙,我给了他面子他不要,还杀了我们的人,孰不可忍,所以必须把他灭了,朱元璋的愤怒爆发了,后果相当的可怕,朱元璋调拨了30万大军,亲自指定作者计划,由傅友德、蓝玉和慕英兵分三路,收复云南,第一站,曲靖,曲靖是进攻云南,必须打下的地方, 也是云南的门户,梁王也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,不敢带慢派精兵把守,起初两军隔岸对峙,而尚文提到过,云南必识写要,一手难攻,所以明军决定打闪电战,计划好一切准备进攻当天, 刚好是大雾天,那个时候,也没有天气预报什么的,所以史书就记载成了天功作美,天降大雾,明军趁雾过河,蒙古军根本没有任何防备,等他们看清楚的时候,明军已经到了眼前了,瞬间乱作一团,被杀的杀,服的服,就连主将打理麻都被升勤,明军打下趋境,云南以门户大开,无邪可守,明军如潮水般涌入云南, 云南腹地,一路攻城掠地,梁王把萨拉瓦尔密,见之道自己大势已去,后悔曾经的不应该,自己亲手把龙衣烧毁,把自己的妻女沉入殿池,自己也在逃跑的路上被追的裤子都快掉了,跑进一间草屋后,绝望自杀,至此,蒙古人在云南地区彻底结束,从唐朝初年算起,云南脱离汉家政权版图,已经有七百年了,战争不是旅游, 也不是请客吃饭,更不会跟你讲道理,至少,朱元璋从来不跟对抗他的人讲道理,蒙古,色慕男子,只要高过车轮者,全部处死,而他们的妻女家眷,全部冲作营系,押往中原,剩下一些幼童,全部阉割入宫,作为宦官不是明朝皇室,云南回到中国版图后,摄三司, 同时迁入大量汉民进入云南耕种,派木英世代镇守,而有趣的是,那些被带入宫的幼童中,有一个人叫马三宝,就是我们下西洋的政河,由于篇幅关系,所以请先订阅作者,我们下回再讲,以上就是本篇文章的所有内容,欢迎喜欢历史的朋友,点赞,转发,评论,留下你对对本文的看法或建议。